好,现在还是持续讲其中考,086,我们要把它全部讲完的话,所以还要087,刚刚请同学截图,截图就是unicode对应到中文,那我们直取中文的后面就是龙,龙那边开始,然后把它那个插入,插入,那顺便的话呢,就是我还有东西就是要修正,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然后我们从日本的那个网页,我们就从最后出现龙,龙的地方,那个龙代码就是4开头了,我们把它贴上,因为前面有错,下面这些文字有错,那我们就是把它删除,删除的话干脆就全部全部都删除了,我们就全部贴,我们刚刚转贴过来的东西是table的结束,table的结束就是一个斜线table嘛,那我们干脆就 就是把它全部删除,删除之后呢,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table的开始,table的开始就是一个小于1,然后打table,然后呢,打边界等于1,B-O-R-D-E,要不要写一下,B-O-R-D-E,就是边界等于1,我找纸来写一下。 在画面上,这个下礼拜开始要交的,就是B-O-R-D-E,然后我们就是上面已经看到了,我们贴上我们就是用简单一点啦,像那个第一天那个饼班我就后悔弄太多,弄太,交太多,就是做的东西不能做太多,因为我们是学习的重点,我们是初学者。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它储存之后,然后再重新读取的话,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话,我们只有几列,就是1,2,3,4,5,5列而已,就是包含这个龙这个部首,后面开始的字。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希望美观一点,把字体放大或者加背景。 好,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到撰写模式,我们就是准备转到那个撰写模式。我当然我这边又写了一个那个Fund size,你也可以当,也可以写那个Fund,Fund,Fund就是字形的意思。那我决定字形的大小,就Fund size,后面当然就是写一个,就是跟他讲说你Fund要结束,就是斜线Fund。 那这个我们上课会讲比较清楚一点 这只是我事前录的 那这时候我们再重新读取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字没有变大 所以没有得到这个效果 没关系 那我们回去继续把它在撰写模式下 把那个龙 因为我们重点就是拿这个龙来做比喻 龙大家看到了嘛 就9F80那一列对不对 实际上龙的unicode是9F8D 可是我是讲16净位 16净位的9F8D 那我们今天还有讲9F8D 又是10净位转到16净位 然后就是DEC to HEX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是把它转成撰写模式 我们在撰写模式来做 龙就是9F80 然后我们把它就是按一下这个 出体让它出体 然后同时让它那个底色背景 然后背景选黄色这样比较显眼 然后呢我们按更新 更新之后呢 我们一样跑到这个查看 这边就看一下 这就是龙 至于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强调unicode 是因为在unicode系统之下 中文那个长度是两个byte 或者一直到四个byte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要讲那个资料库 讲到资料库 资料库的话就是很重视资料结构 每一个资料栏 它的那个长度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去看我们的成果 接续086 我们现在087把它做完 然后首先我们看那个刚刚做好的网页 那个的样子 我还是一样使用精一仪来示范 那最前面的话就是我们在google unit table 去搜寻得到的画面 我们就是把它揭取两个 下面这个看到的就维基百科 然后上面就是我们call的地方 这边的话就刚刚我们修了一下 就是万国马的unit table 我们拷贝就是涵盖龙 龙这个地方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拷贝人家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连结 要交代你的来源是哪一个网页 你要把它的网址写出来 然后最好还是要写上插入这个连结 这插入连结当然是很简单的 然后接下来下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利用Excel函数 试一下那个unic code unic character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迁入上礼拜的 做的成果 就是我们读入那个 读入 稻穷30 好那我们回到万国马unic code那边 我们看一下 那个我们最后一列是没东西 没东西那干脆就把那一列也要删除掉 那你就回到table那边嘛 你去找到那个table的结束有没有 这边table的结束 table的结束就是斜线table嘛 就是然后你找到tr tr就是一列的开始 然后斜线tr 有没有 你看到画面呢 你就干脆就把它全部都删掉了 因为那个是空白 空白 因为他那几列就是保留给未来 还有要加入新的字 保留给他们 所以他就在那边空白 因为很多那个汉字还没有加上去 譬如说四个龙 我们刚刚有看到ta是三个龙 他没有四个龙 但还有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字 以后再再加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再重新读取一下 刚刚存起然后把整行整列删掉 你看一下那个整列那一列就没了 这样就比较干净干净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为他做下面这个table 有没有 我们给他做蓝名 那这总共有多少蓝 32蓝 32蓝 32就是16加16 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这个9F80 9F80 如果说他是16净位的话 只有9F80 然后是9F90 可是他没有90 他就代表9放在这边 大家看一下这个9F80 所以我们就帮他加上这个蓝 然后就是9F80 然后8 123456789 然后呢 40多少 就是9在进位 进位的话就是8的进位就9 然后呢又是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话我们先给他回到HTML模式 画面有点小 怕又要被你们同学抱怨 说那个不清楚 那这边的话就是 就Table 你从这个Table的开始 一列的开始是TR 好 一列的结束是斜线TR 那我们就再加上一个 好 哎 我们就来打一下 好 就是小于TR 好 然后呢 就大于 好 哎 这个 我们跳回去啊 跳回去 哎 那个 我们加从THTR 好了 然后接下TH H是什么意思 表头 哎 对 表头 吗 表头 哎 对 可以叫做表头了 Head Head 好 好 我们就打上 就是那个 一样 就是打上小于TH大于 然后那中间就打那个个位数 好 我们现在就个位数 个位数 然后呢 斜线TH 就是斜线TH就是那个表头的结束 那我们就打上个位数 其实不是个位数 是个位数加上十位数 然后接下来就是就是那个TD 然后斜线TD是一个储存格的结束 然后呢 一列的结束是斜线TR 好 好 那个这边呢 我们就是那个然后呢TD 好 0 斜线TD呢 好 我们就可以给它复制好 在复制之前呢 我们先重新读取一下好 好 画那个画面上的确有出现了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 那就干脆好 那个写一下好 还有排列是至中好 就是你在TR是整列要至至中排列是ALIGN等于好 然后跟大家讲至中至中就是center好 然后呢 这边那个TD斜线TD 我们就一直copy 一直copy copy 总共再copy15次 这样达到16个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数字填进去 最后一个是F 好 然后写E 然后呢 写珠D 好 D的前面写C 好 C的前面呢 我们就是用倒退写B 好 B B的话是代表的话 B的话代表11 好 然后再往前的话写AA AA的话就是实进位的10 接下来9进位 不是 实进位跟16进位相同 就是9 8 7 6 5 4 3 2 1 反正就是 我说 你说过你们修过这门课 你自己的电脑专长全部都要写上一个 我有网页设计的HTML的能力 上面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HTML指令 当然如果上去期还有修我的课的话 你还是你有写过 当然一定是忘记 忘记也没关系 因为你做过你一定有印象 还有就是重要上学期代表你做得到 好 网页构成的三大元素就是HTML还有CSS 好 上个上个学期我有加CS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JavaScript 我们这学期课所有上完的话 还是要让你们复习一下JavaScript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就是call人家的东西 然后来修改模仿案就是你会了 当然这个copy是怎样 本来就对学习本来就是模仿嘛 只是说模仿你一定要尊重人家 说我模仿谁 你的作品一定要写出来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就给他写上去 画面上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9F80然后A0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缺什么9F9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加上去上面我我这样子滑鼠点一下就是说总共有16个 16个就是0123456789ABCDEF就总共有16个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HTML模式把它写一下 写的话当然就很简单了 前面的01234一直到那个F嘛 那我们就给他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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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原来的地方每一个都加上9 这边从这边开始90然后TD91斜线TD 然后呢TD92斜线92 TD93斜线TD 然后呢TD94斜线TD 然后呢TD95斜线TD 然后呢TD96斜线TD TD97斜线TD TD98斜线TD TD9A斜线99 对不起99 然后斜线TD 然后呢TD就9A 然后呢9B9C9 9D 然后9E 然后9F 9F的下一个是什么 就是A0 A1 A2 A3 然后这就是16星位系统 画面上呢 我们就再重新读取一下 画面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所有就都做完了 这是期中考 期中考那个后半部呢 我们要占掉40分 前半部是上个礼拜做的 我们要占掉60分 前半部就是说 从web 读取那个巨亨网的 道琼三十股票的资讯 币 我实行的